大家好,我是掌黑母操,歡迎來到上海馬超叢林單排第二十二季 本期給大家帶的是伊德瑞爾,我們的大EZ 這一期的話是給大家做一期了,因為 以時做兩期的話,對於我本身來說也是非常累 而且因為我之前的話,第一次是吃了一期 然後每次都是18、19,不像人家19、20 所以說我也是決定先把這個次序給改回來 大家不用擔心,我第二季會太早就結束 因為打到目前為止的話,其實還是剛剛到了一個 剛剛到了一個黃金一,還有白金鑽石等著我到最強王者呢 因為我是答應過大家,第二季一定會給大家打到一個最強王者 所以說第二季的話,估計後面還有好幾幾十七的吧 這邊的話,這一期出完之後,下一期應該會給大家帶來一個 番外篇吧 可能是我自己國服電一的大號 因為我自己大號現在是到了鑽石二了 馬上就要,馬上就要鑽石一了 因為之前一直在做,第一季的時候呢 是一直沒有打過自己大號 所以說大號改版之後,也是本來是在一個白金二 那這段時間也是打,沒事有時候會去打兩盤大號 所以現在也是上來了 這次番外篇可能是大號,也有可能是 如果說別的區,有朋友要衝擊對強王者 之類的一些晉級賽,如果說喊我的話 我也會,我可能會給大家帶來一期炸醬的視頻 好吧,這邊的話 我本來這個伊特瑞爾呢,是不是準備打野的 因為大家有很多朋友都說 馬上你其實可以給我們做一些別的不一樣的視頻 會左右也可以,怎麼的 那我這邊聽了一下,我也想,行吧 但這邊的話,這個王子果斷不信任我 他就選了一個王子,那這樣子的號我就沒辦法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的話 其實這個號是有兩個伊特瑞爾的皮膚 一個是礦工,然後另外一個是未來戰士 但是最後的話,我考慮了一下 我還是沒有辦法屌絲的逆反心理又出現了 最後還是用盒子自己改了一個圖球先生的皮膚 因為我感覺伊特瑞爾其實最帥的就是這個皮膚了 未來戰士其實也是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圖個新鮮感,可能會去買 其實買回來之後,伊特瑞爾的那個本身的彈道 或者說出手動作,其實都挺不錯的 相反,未來戰士之後,感覺反而沒有之前的好 所以說我這邊的話,我也是選擇了這個中心先生 用這個皮膚,你像羅娜耳朵 對吧,不用這個皮膚,那簡直就黑了 不用這個皮膚,你就是高零了 好了,這邊的話,伊特瑞爾 就是因為我之前第一季是給大家做過 但是那一次的話,分析是 確實是比較低 可能是只有1300多分 所以說,很多朋友大概看了一下之後 都感覺 學不到什麼東西 可能給大家幫助也不是特別大 而且我也是看了一下本週的 本週的這個英雄排行榜裡面 伊特瑞爾也是非常非常靠前 所以說,我想大家還是非常喜歡這個英雄的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最後果斷還選擇 給大家再帶來一期這個 伊特瑞爾的視頻 好了,這邊的話,遊戲已經進去了 伊特瑞爾的話,出門依舊是一把多藍 這個不用想 符文天賦的話 符文我帶的是一個 4%的吸血 然後其他全攻擊 另外兩個是雙靠 在天賦方面的話,我點的是一個2190 攻擊天賦這邊馬的全點 攻擊天賦這邊物理系的馬的全點 攻擊天賦這邊物理系的馬的全點 然後9點防禦天賦是 避障多20點護盾值 然後老兵傷痕以及3點的防禦 這個其實不用太多說了 因為每個ADC基本上都是這麼點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太大例外了 好吧,這邊的話 因為這邊他們說這個狐狸是一個 但這邊 這個隨時是 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傑斯是被抓住了 那沒辦法 我們努努過去還是要扔一個冰駝子 但對面很兇啊 我這邊的話繼續Q一下 再Q一下 對,要消耗一下也行 那這邊蝦子是直接衝了過來 那這邊的話直接閃現了 那這波肯定要打起來 我這邊是閃現過去 直接殺掉這邊的蝦子 然後接著大家3打3繼續打 然後這邊的話我是在殺 這邊這個拉克斯走位比較失誤 這邊好的 雖然說是被殺了一個虛弱 但是最後一下還是A了出來 然後是B死的 狀態下我就沒有用掉自己的這個瓶杠 因為用掉這個瓶杠的話 沒什麼大意 這邊這個王子 你回神熬隊也會遠一點回 直接下在他底下 然後瑞文直接跑過來閃現一個引燃 這個王子當時就死了 好吧,那這樣子的話 一起團我們這邊是一個團滅 是一個三換五 我們這邊直接團滅了 但是好歹我拿不到兩個人頭還算不錯 因為之前說到這個狐狸是一個 鑽石舞的 但是他鑽石舞的 他卻跑到了我們這邊黃金這邊 說明他這個鑽石舞已經輸了 不知道輸了多少次了 個人感覺他應該是一個帶練 因為你如果說大大比分的那個晉級 比如說你黃金到了白金了 那再怎麼掉也不會掉破白金的 就是永遠是白金舞 但是呢 但是呢也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其實你的隱藏分數還是在的 但是你的隱藏分數會掉得非常的低 漸漸漸漸就會掉到甚至有 你如果說有些包袱社會的 你可能會碰到鑽石舞 但是你自己是一個青銅的 你有時候都能碰到鑽石的 這種事還是比較現場 那這邊的話這個鑽石過了 然後這個努努風格非常好 這個努努風格也是一個工人玩命的 那這邊的話你不從我肯定不會從 這邊是直接把鑽石殺掉 然後這邊接著打 我這邊是有一個護盾的 所以說我這邊根本不需這個 我這邊是根本不需這個威魯斯 然後這邊努努最後是又給這個威魯斯上了一個虛弱 那這邊威魯斯直接又是被我們殺掉 那這一波的話直接打進行雙殺 那這邊蝦子過來 然後這個蝦子 你沒有我這邊的話 這個蝦子 那這樣的話肯定就死了 這個蝦子想太多了 對吧 不是每一種牛奶都叫特倫酥 不是每一個蝦子都玩得像上海馬超一樣 對吧 這個蝦子是有點想太多了 這種行為的話 說好聽點 說好聽點叫干咳不成功 對吧 說難聽點那就是送了 一般的話像這種情況在自己草裡面沒有視野 如果說要過來乾咳的話 寧願是用自己 寧願是自己走進這個草叢的 寧願是自己走進這個草叢 也不會選擇是直接朝著草裡盲客 因為你畢竟就這幾個技能 你扔出去一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在 你等你這個技能CD好的時候 估計你這條小命已經早就交代了 這個蝦子果斷也是這個經驗不太足 不過這個也是可以理解 畢竟他看到我當時血量不多 總想到我可能會跑 但沒想到我還是接著跟他打 這個也是 其實這種是比較 比較淡淡的一種行為 那這邊的話出來之後 這個努努我是非常喜歡的 這個傢伙 我就是喜歡這種就是 出門不慫 然後見人就打的這種風格 誰說什麼 維魯斯加垂石天下無敵對吧 我告訴他 這個也是事在人為的 最主要也是要看每個人的風格 這邊的話 這個垂石又上來的一代消耗 那我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努努也是 逮著機會就吐他一口痰 逮著機會就吐他一口痰 也是非常的不講文明 這個孩子要在新加坡的話 估計得拔的是新加藏產 這邊的話被垂石勾到了 然後垂石過來 然後努努過去給了 維魯斯一個冰駝子 這邊垂石衝過來之後 我這邊也是朝著垂石一頓毒打 這邊繼續追 好的一下把垂石殺掉 我這邊是有護盾的 我這邊是跟 垂石 維魯斯在對拼 他這個時候瞎子過來了 那這邊的話我也是沒有辦法了 瞎子過來之後 我們倆也是直接被 直接被幹掉了 其實當時我被維魯斯勾到的時候 我也是不是很想打 我想我反正我回憶一下嘛 然後打一頓 因為我畢竟出門是帶紅的 所以說我也不虛 但是這邊努努上了 他上了之後就導致我 這邊是肯定要上 而且我當時也是跟那個 努努說的是冰多 但是我這邊打冰多 他會跳出來一個病毒 病毒啊 我就不懂 這邊我當時也是覺得冰多 所以說我是不想打 但是無所謂 對吧有來有往才有意思嗎 你老是我殺人家沒人家殺我 這遊戲就話完了 但是這邊努努給我回布的一個 你被拉了啊 當時就我就感覺到一種 啊就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就是 啊特別的那種感動流淚的感覺 就說什麼 我就是因為我被拉了 所以說這個努努就準備上去跟人拼命了 這種人不是兄弟誰是兄弟 對吧 那衝著這句話我也不好意思多說什麼了 這種人才是玩英雄聯盟的人 好了這邊的話我是接著出來 出來之後呢我也是買了一個鎖子獎 這邊也是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現在的話出女神啊 然後冰拳 最後什麼摩切啊 破敗啊 然後清雨啊 這是現在目前 Eazerail的一個主流出裝 這邊在我試了一下 確實是要比 出常規的出裝的Eazerail 確實是要比那些 這個Eazerail凶才一些 所以說我這期也是給大家做了一個這樣的視頻 那這樣的視頻呢也是有好有壞 我這邊也是要提醒大家 出完女神之後 對吧 千萬不要像個盲頭一樣的 就直接出兵拳了 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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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的一個行為 如果說大家看過 就這次的那個 LPL聯賽第一場嗎 下級賽的第一場就是OMG打PE的那一場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直面上的可以看到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 PE這邊的話也是選了一個Eazerail 但是這個Eazerail呢 他出了一個女神 出完女神之後他就直接想出一個冰拳 那這樣子的話 OMG然後看到對面Eazerail是這樣打的 直接就是四個人 抱團朝著下路一頓打 然後Eazerail一個Q Q到人身上簡直血都不掉 對吧 你前期把太多太多 這邊的話 這邊努努是被勾到了 那這邊的話我準備跟對面打 但是這個時候看到瞎子來了 而且努努也是被Q中 那就沒辦法了 兄弟別怪我賣了你了 這也不能賣吧 對吧 我要在的話那就是多一具獅子 那我也希望你也不是 那我也感覺你也不是很希望看到這個情況對吧 因為如果說你出了女神就700塊 然後你要出一個冰拳 冰拳的話首先 要光是1200塊 然後還要1350塊錢的那個小兵盾 這邊王子過來 這個沒什麼機會 還要出一個小兵盾 那這樣子的話又是1350塊 總共說你前期有3000塊錢的 你3000塊錢經濟打下去 結果就一把耀光的屬性 你說這都黑啊 對吧 你說啊 給你能提升的一個傷害 就只有一把耀光的屬性 那太傻逼了 這你絕對是浪費太多多少錢了 這邊的話 王子衝後一彈裡面有個瞎子 我靠 這邊裡面有個瞎子 但是王子一個大招還是帶走了 吹石 這邊瞎子是往後面跑 但是我這邊根本不虛他 我這邊還是追著瞎子打 好的 這邊瞎子了瞎子之後 隆隆趕過來一個虛弱 虛弱到了對面的這個威魯斯 這威魯斯也是被我紅bub不黏到 然後這邊是接著打 然後威魯斯交出閃現 我這邊又是一個閃現 哎一下 然後一個Q 這邊Q是沒Q到 但是我們這邊 奴奴也是因為我Q到了 那這樣的話 奴奴追得上嗎 追得上嗎 這邊奴奴也是追不上了 因為這邊的話 我以為我是Q到了 但是也沒有用 我這邊就算 我還是接著追的話 其實也是追不上了 因為我這邊是沒有藍了 沒有藍E 那這樣的話 就算追也是追不上 但是奴奴的話也是對我 也是非常有信心啊 他也是感覺我Q到了 其實他當時 這個奴奴當時也是要回頭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好黑啊 莫名其妙的 不過無所謂 好歹也是 撒了兩個 那這樣子的話 這波還是賺的 所以說我這邊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 是優先出一個 優先出一個 先把魔魔中利刃先出出來 首先的話魔中利刃 出出來之後呢 攻擊力會有一定的提升 就像在9分鐘的時候 說句實話 其實你就是你有一把暴風大劍 其實也不會是150點左右的攻擊力 所以說出魔中利刃 在攻擊力上是完全不吃虧的 這樣子的話也能 你普攻的時候也會疊加一個 疊加一個魔中利刃的那麼一個 藍量 所以說也是能疊得更快些 這邊的話 這個垂石大爸爸是看到這個塔 沒多少血了 想把這個塔點掉 那我就是不給你點 我放大清兵我也不給你點 好這邊我是看到努努來了 好的我兄弟來了 難道我虛擬 這個努努果然夠兇坦 直接是閃現上來 直接是閃現上來給了一個兵圖子 那這邊的話 我其實接著對 對面的這個垂石打 好的漂亮 這邊垂石直接被我殺掉 努努在這邊放了一個大好 好直接是又是把對面的 維魯斯給打死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下路又是完成了一波雙殺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拳 就是喜歡這樣的輔助 這才叫輔助嘛 可以看到這個努努果斷夠兇坦 各種閃現 各種不要命的向前衝 對吧 你打下路 你就是得兇 如果說你那種穩穩當當的 定定心心的跟對面打的話 你首先知道現在伊特瑞爾在線上 並不佔優勢 這個英雄在線上跟人打消耗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疲軟的 尤其像我現在出精神裝備的 這種伊特瑞爾連個吸血都沒有 對吧 你告訴我 你怎麼跟人打消耗 直接是被人對面耗死了 而且垂石加維魯斯這個組合 你跟他安安確決到六級 到了六級 就維魯斯一個大招朝著你打 然後垂石站在一個沒有兵擋住的位置 然後再勾你 好了那你直接就死吧 這一套 這是垂石加維魯斯最兇的一套連招 這套連招打出來 你就算裝備再好你也得死 這邊的話講得多了 我喝一口 好吧 現在是繼續回到 繼續回到遊戲裡面 而且前期的話可以 也不是說必定要一定要大家出那個 這邊的話這個努努又上了 你上我肯定不會讓你失望嘛 我這邊直接過去一套連招一個大招也是刮了出去 在這邊全是勾到我了 這邊 這邊突然衝出來了一個瞎子 那我這邊也是且戰且退 在這邊我發現努努跑不掉了 但是我現在還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 這邊垂石這邊我打到空穴 然後這邊威魯斯也是沒有血的三下吧 我都塞死 這邊瞎子跟我對拼 你拼得過我嗎 好的這邊果斷兄弟們也是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也算是節約了我一個 啊節約了我一個避障 不然的話殺的這個瞎子應該是會把自己的避障用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波非常爽啊 又是一波三殺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 也是讓一些 玩ADC的玩家們是注意一點 就說玩ADC不要慫真的不要慫 死不可怕對吧 可怕的是什麼 可怕的是你再能殺掉對手的情況下 你慫了 很多時候其實大家不管是打ADC的還是不打ADC的 在就是黃金組啊 或者甚至白鷹青銅甚至白金吧 這個分段經常會碰到一些隊友就是 你感覺這個ADC是肯定能殺掉對手 但這個ADC怎麼了 對吧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ADC好慫啊 就是有這種想法 其實打ADC真的沒有必要這麼慫 慫這個 你要這麼慫的話 我感覺你還不如你玩什麼都玩不太好 因為我也是經常碰到過這種ADC 說打也不敢打 然後見人就跑 只有沒有人打他的時候他才會輸出 只要一有人打他 真是還沒打他 只是給他感受到了有一點威脅的 威脅他就不敢他就不敢打了 就只知道跑 然後只有到了什麼 感覺自己實在跑不掉了 才敢回頭去放一些技能 那我感覺這種ADC的話實在是讓人有些心碎了 這邊的話拿完一波三殺之後 然後也是又退掉對面一座防衛塔 這樣子的話我的錢是直接購出直接購出兵權了 這就是拼的好處大不了 還是那句老貨大不了就是崩嘛 對吧 我做我做這個視頻給大家看 這樣說也不能百分百保證 大家就是打了之後能夠 能夠上分啊或者說能夠贏 但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把大家的血性給激發出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敢拼對面不敢拼 那贏的肯定是你這沒有什麼做出的 但是同樣的情況下 你因為看視頻如果說能增長技術 那我感覺還是比較虚幻的這個說法 但是看視頻可以增長經驗 因為技術這個東西畢竟還是要靠多打 多打然後各方面的手速啊 什麼都手速啊 然後對於英雄的理解啊 什麼都上來之後 那自然而然就起來了 但是光看視頻 你能把一個人看成高手呢 我感覺是不太可憐 但是這邊的話我先先說這邊 我過來之後 然後我在槽裡面一個大招 但這邊的話 哎我沒想到對面槽裡是有眼的 那這邊的話 我是直接也是往後面跑 那我殺追石 那追石交出了一個閃線 我這邊也是交出一個閃線 但現在三個人在打我 瑞萬在打我 我這邊跟蝦子拼了 好的非常漂亮 這邊還是對話拼著了蝦子 那這樣子的話 一花二也不算太虧吧 一花二的話 個人感覺還是可以接受的 那現在的話 其實看視頻更多的話 還是教大家一個經驗吧 經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然後一些小技巧 其實這些東西都非常重要 同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 如果說你和一個人的實力 是技術是差不多的 你們以前玩遊戲啊 各方面其實兩個人都非常接近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了視頻 你看了一些高手的視頻 你看了一些高手的視頻 然後你在這些高手的視頻裡面 你學到了一些小技巧 比如說 躲陰影反升大 這種就是很很簡單的一些小思路吧 比如說像依德瑞爾吧 如果有時候有人追我 然後我會跑到陰影草裡面 然後跑到草裡面直接反升一個大招 大招之後 然後QWE一套技能扔出去之後 很有可能就能夠反殺對手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細微的操作 但是並不是每一局都能用得到 就你學到這些東西之後 你有可能就會 你有可能相反的話 就會比你那個朋友要厲害 還有就是如果說 你的對手和你的技術是差不多的 那然後你是一個敢打敢拼的人 然後他是一個同兵 那這樣子的話就黑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跟他在對線的時候 你會站著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不敢打 然後你敢打 然後他怕 因為一般 怂的人的話 想的都會比較多 他會感覺 哎 然後這樣子的話跟你拼 好像拼不過 好像拼不過 其實這種想法 這種人想法很多 這邊的話 蝦子Q了我之後 然後Q了上來 那這邊的話 我直接和蝦子形成了一個單挑 我這邊朝著蝦子打 然後蝦子這邊是直接是 演自己走 然後這邊Q啊 這邊直接一個盲大好的漂亮 這邊直接盲大 瓜子的蝦子 那這邊我們的人直接送到塔 那邊去 我這邊朝著瑞文一頓毒打 好的 這邊又是直接把瑞文給殺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波就 這波團戰 是直接應該是團滅了對手 啊 而且這邊的話也是 啊 這邊是拉克賽或者 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邊也是推掉一打 啊 這個二打應該是可以拿掉 啊 伊德瑞爾的話 最好的一個優勢 就是在於什麼呢 啊 就在於他佔 他的靈活性非常強 就算啊 別人很難能夠突到伊德瑞爾的臉上 啊 就算就是說對面的人 啊 林國欽非常強 像前面蝦子一樣 他可以倒我了 他人試過了 但是就會形成一個單挑的這麼一個局 啊 在單挑的情況下呢 我因為我前面裝備是比較好嘛 所以說我這邊也是根本不需這個蝦子 我是捉著他一頓打 那如果說是在裝備並不是很好的情況下 伊德瑞爾就可以依靠自己的E技能 然後依靠你的QW等等各種小技能的話 是可以直接是把對面 是可以放對面的風筝 那這邊的話這個狐狸也是自己感覺有點太好 對面這麼茫茫一片人 那這個狐狸這邊過去之後 那這邊的話王子也過來 那現在我們兄弟有點多了 那這邊的話我也是直接往前面衝了 在這邊的話我是想殺對面的威魯斯 結果直接是被拉克斯給Q的了 這好黑啊 這邊我還是接著在追這個威魯斯 然後這邊往上面移一個 直接是堵他後路 在這邊的話這個草裡面是直接有了一個瑞文 請來告訴我這個瑞文哪來的 我靠這個爸爸你是哪來的 喔這邊直接被這個瑞文給蒙了 那這個還是沒有關係 對吧 就是殺人者人恨殺之嘛 我殺了這麼多的個了 總總要給別人殺兩次 不然的話別人心裡也不平衡 你說什麼 這一期視頻裡面呢 我也是沒有添加音樂 因為我感覺這個添加音樂 怎麼說呢 我總感覺添加音樂 我自己也有點不太習慣 可能是 我這個人比較粗糙吧 因為大家習慣看我視頻的朋友應該都能發現 我其實一直在給大家灌輸著一個就是干的這麼一個理念 可能有人覺得這個理念不好 但我個人感覺的話這個理念還是非常重要 玩遊戲不能怕對吧 因為畢竟是遊戲大不了死了 灰塵再來 但是如果說你連玩個遊戲都很怕 然後該拼的時候你又不敢拼 那我感覺就沒有什麼太大意思了 畢竟遊戲還是以娛樂為主 大家都不是打職業的人 你個人對拼 然後你把人拼死了 你會很開心 但是你因為慫 這邊的話我是直接看到拉克斯Q了 然後Q的 我是看到他Q扔出來之後 然後我直接用E 躲到了他Q 瞬間貼到拉克斯的臉上 然後一套技能直接是把拉克斯帶走 這個的話 也就相當於是一些小技巧了吧 也算是一些經驗問題 因為我 大家可能都知道拉克斯的 控制技能就這麼一個 而且一般Q扔出去之後 四個人都有一種習慣 就是會回頭 然後 會愣一下 然後先看一下 有沒有Q中 對吧 會有這麼一個愣神的這麼一個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抓住這個機會 直接E上去 直接朝著別人臉上一頓毒打 就直接那把 直接最起碼也能把拉克斯打造因空穴 那這樣的話 這邊我們踩到對面中路的外塔 然後隨時衝過來 在這邊拉克斯也是活了 這邊的話 殺掉殺掉這邊瞎子 然後這邊又殺掉瑞文 現在只剩下 這邊的話 就剩下一個拉克斯了 這邊拉克斯還是在這邊見 你再見 我這邊還想 這邊逼我殺你啊 那這邊的話 我是有一個加速在那邊 我直接A一下閃現 啊A過去AQA 然後閃現AA 這邊的話直接是把它帶走了 因為現在的話 我也是直接升級到了一個磨切 那這樣子的話 磨切這個形態的話 我這邊也是要跟大家 這邊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磨切的話 打架的時候開 然後補刀的時候 補刀的時候關 不然的話 你這個勇籃時代太快了 這個沒有意義 而且磨切的傷害 是根據你當前籃量來算的 你當前籃越多 傷害越高 所以說 你因為有些人嫌麻煩嘛 開了之後就不關了 這個這樣子的話 你的輸出會變得小 會變得更會變得低一些 而且你的籃量也會變得更低 有時候在封鎮的時候 可能會並不是很好 這也算是一些小技巧 這邊是跟大家說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的隊友 又是跟對面拼起來了 這邊瞎子是被我們這邊留了下來 一下子想跑嗎 這邊拉克斯一個大 但是我這邊的話 我肯定還是要殺這邊瞎子 我這邊移過去之後 直接的瞎子一瞪打 這個瞎子也是沒有技能了 是直接被我三下給A死 那這邊的話 我們隊友衝過去 我一個大招支援一下隊友 好 這邊的話是直接威魯斯 直接被刮死 然後瑞文衝過來直接被放封鎮 這邊的話拉克斯還有最後一點點血 這邊是傑斯又放了一堵加速的牆 我這邊的話直接是 又移了過去移了過去之後 這邊A一下破敗吸一口又A一下 好的 這邊是又是直接把對面的拉克斯殺掉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波對面又是直接被我們打了一個接近接近於團面 那現在的話應該是一波了 這盤 這盤遊戲的話應該要結束了 這個垂石也是在這邊浪啊 我真是不知道你浪什麼東西 好吧 這邊的話 這盤 啊 視頻到這邊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同 因為伊澤瑞爾在線上真的不強勢 你不跟對面拼的話很難打出優勢 但是你跟對面拼的話 往往會有出息不一的效果 好吧 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拜拜 好節目的最後呢 是進入到我們的淘寶推薦環節 首先給大家推薦的是傳統零食店 那這樣這邊的話 首先給大家推薦的是這一款豬肉補 豬肉補的話味道非常不錯 喜歡吃豬肉的朋友 大家可以來嚐嚐一下 也不膩也不黏牙 而且價格的話也是比較適中 另外的話接下來給大家推薦的是這一款的肉粒 這一款的肉粒 豬肉粒的話是本 是我們店店裡賣的最好的一款肉粒的 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 大家相信吃過的朋友一定不會忘記 而且是我店裡回頭客 最喜歡買的一件東西 另外的話也是這邊的話 香蕉牛奶也是有年 也是年中大促銷 這邊的話買一箱打8折 買兩箱打7.5折 而且只要購買一箱的話 江浙戶這邊就直接全包油 好 那這樣子 而且接下來的話是推薦這一款的 黑夜賣巧克力 200克 只要5.9元 味道非常好吃 而且 大家可以這邊也可以進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糖分也不高 吃起來的話也不用害怕會發胖 好了 最後的話也是大家 如果說不買的話 要記得加一下收藏 也算是對我視頻的一個支持吧 這邊的話電子是 LOLZ.淘寶.com 也就是LOLU.淘寶.com 好了 這邊的話是我的新開的一個精品零食店 現在呢也是在搞活動 就是說只要購買零食滿69元的朋友 就有機會可以跟我一起上視頻 啊 這邊點進去的話也是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詳細的這麼一個介紹 而且就是 在每周的話就是 給我們 消費最高的一個粉絲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是直接可以帶你去 帶你上視頻 然後你也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 有些朋友如果說要打牌位晉級賽的話 這個名額我也是可以帶你一起去 帶你來晉級 這樣子的話又有美食吃 然後又不用擔心 晉級的問題也是一局兩個 各位朋友也是千萬不要錯過 另外的話 這個店裡的東西 這邊熱銷的 基本上都是我店裡最好的東西 大家也是可以過來嚐一下 而且是我店裡賣的都叫 這家店精品零食店賣的都是一些進口的 進口的零食也是都是由正由正規廠家 正規廠家做的 而且都是一些比較知名的一些品牌 比如說張君雅或者是 或者這個香港的大哥這些系列 這邊喜歡 喜歡的朋友可以過來看一下 絕對要比外面要賣的便宜 而且保證是正品 好了那這邊的話 這家店的店子是馬超就是干 淘寶.com 和前面的話也是不一樣 這邊的話 如果喜歡吃 進口零食的話 也是可以過來看一下 嗯 好了這邊的話淘寶推薦到這邊就結束了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好了又到了每一期的抽獎 環節 我們這邊的話 這一期也是可以 那這一期的話 關注度並不是很高 可能是我這邊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 啊 結果這個沒有關係 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如既往支持我 那這邊的話繼續這個老樣子抽獎 這邊視頻還可以抽進去 啊 是第20頁的第12條留言 不對 那這邊不行 啊 這個兄弟他沒有留油箱 因為我這邊 之前就說過 就是說 如果說抽到沒有留油箱的朋友 我是要積極欲接著抽的 好 這個是留油箱 是第五頁的第27位 叫無節操的某番茄 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 是第五頁 27位肯定是倒數的了 果然 這邊的話 無節操的某番茄 好 這邊的話 恭喜這位朋友 這邊也是可以獲得五瓶香蕉牛奶 好 這邊是給他發一個讚內信 好 是給他發一條短信 隨信 我是上海馬超 請回覆 留下你的地址 地址 姓名和電話 已經被本期視頻 抽中了 好了 這邊的話 也是把 搞定 OK 也是等待這位朋友的回覆 最後的話 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在這邊的話 點擊一下這個 訂閱視頻更新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 我有更新的視頻 而不需要到一些門戶網站上 再去 再去等 再去看 這樣子的話 也不會漏掉 或者錯過一些視頻 好了 本期的抽獎環節到這邊就結束 全部結束了 好嗎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越來越強 遊戲越打越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